大家好,现在开始咱们今天的每日一聊,聊聊这边的奇闻一事,今天呢是大年初一,晒晒我的年夜饭,昨天拜年的时候跟大家说了,这边呢,中国人过节日跟国内差不多了现在,各种原料啊,供应啊,这都跟得上了,因为中国人在外边太多了嘛,尤其在加拿大,越来越多,就光多伦多,我现在我看得有五六十万,六七十万了,我来的时候就四五十万了, 啊,人越来越多,所以呢,它的供应,原料供应上越来越跟得上了,刚来的时候不行啊,所以原来咱们聊过这个,呃,现在呢,应有尽有,多伦多这种大城市,温哥华这种大城市,它所有的这个,咱们国内的这个,国内的这个有名的这中餐馆,陆续的都在这边也开店了,你看那个全局对考鸭店都有,然后的,像我爱吃的北京的这个点心啊, 啊,酥皮点一下,各种点一下,这边也有了,啊,像我们在温莎这儿呢,虽然说没有那点那么多,那你,你像什么小肥羊啊,啊,啊,涮肉啊,啊,各种各样的,什么西北羊肉馆,应该说是应有尽有了,咱们这华人的胃啊,都很难改,都愿意吃自个儿的家乡菜,啊,像温莎这点呢,啊, 啊,没有那么多,中国人这边还是相对说少,当然有,有,我们这有大学,啊,再加上现在的国际学生,那样中,中学的小学的国际学生,现在中国人是越来越多,所以吃东西这一块,啊, 啊,我觉得东应该都解决了,啊,而且现在我们这还有很多的开的微信群,啊,组团上那多多多买,然后这边有,有,有人专门做这个的,真是什么东西都有,而且你不满意,你还退货,啊,所以在这边感觉好像,嗯,这个没出国似的那种感觉,所以今天的过节呢,呃, 跟大家呢,就分享一下,啊,我的年夜饭,现在有时间了,在家呢,可以做原来的一,一,一,原来是忙嘛,一上班啊,一那什么,也没有时间了,一累辛苦一天了,你说再做点年夜饭就有点力不从心,我们这年夜饭就我们俩人,所以呢,相对说简单,这个就是我的除夕年夜饭, 这叫糖花卷,豆沙包,啊,蒜蓉蒸鲜贝,红烧豆腐,炒椒白,茄汁西兰花大虾,红烧黄花鱼,红烧猪蹄,肘子,酱腔骨, 祭司菊对虾,这就是我除夕年夜饭,下面是我这个大年初一的饺子,这就是饺子馅,大虾,猪肉,韭菜馅,饺子, 自己做劲,擀皮包 今天呢是大年初一,瑞雪照丰年,看看外边,这是我们今年的第一场大雪, 遇着今年是五谷丰登,吉祥的年份 这个就是我们大年初一的饺子 这个就是我自己泡的腊瓣醋,看看今天头一天,非常棒 这是拌的凉菜,这个是酱肘子和猪蹄 这黑毛猪肉 这个是自己包的饺子,这就是大年初一饺子,然后再就点小酒,看看那位小微 红星二锅头,这就是北京的二锅头,喝一小桌 这个庆祝新年啊,大年初一 祝大家新年快乐,万事如意,何家欢乐 大家看我们那年饭啊,跟国内是也有的一拼 大家现在有想出来,计划要出来,孩子留学也好啊 上这边移民也好啊,团聚移民也好 我接触很多的网友都问我,说现在心里不踏实,到那边吃的怎么样啊,住的怎么样啊,就这些问题,这其实很正常 你突然那个,走了千山万水,到另外一个新的地方,那你肯定什么东西都不知道,这情况下,你确实心里也没底 那我这个给大家展示一下呢,大家要知道,其实这边啊,说实在的,你要关上你自己家门,你就跟在中国一样 你说中国话,吃中国饭,看中国的电影,看中国的新闻,所以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所以你也不用太紧张,有很多人都很紧张,这也通过这个,你们也就了解了 那好,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,谢谢大家,希望大家帮我点赞,订阅,评论,转发,咱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订阅,转发,咱们下期见